刘仲敬,我在跟我们台湾的这些台派在讨论法理建国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经常都忽略掉一个族群,就是我们所谓的生藩,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叫做原住民。 刘仲敬,你之前提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苏格兰人他们都是地地人,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的宗主或是政治的起源推到苏格兰高地那些之前跟他们打仗的人,所以你之前好像也说过,高沙义勇队或者是台湾代表日本去参加二十一战争这些军队,其实是台湾民族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可不可以请你对这边再多做一些说明? 刘仲敬,就是苏格兰人的情况来讲,三地人是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低地人是支持奥兰日亲王的。所以,低地人等于是为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利益,实际上是带着英国人跟高地人打仗的。 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其实也是低地人认为他们需要在大英帝国当中跟英格兰人,因为他们相对于英格兰人是弱的,需要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能打败英格兰人才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尽管这些高地人实际上打败的所谓的英格兰人,大部分其实都是苏格兰低地人,但是这一点一点也不重要了。 像瓦尔特·斯格特这样的历史小说家,他描写的一些高地英雄和他纪念高地英雄其实就是打他祖父的人,因为他自己的祖父在当时就是站在苏格兰低地人里面跟那些高地的保王党人打仗的人。 对于台湾来说这个差别还没有那么大,因为台湾本土的高沙义勇队以外,低地人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在大多数被日本人拒绝的情况下想要参加日本军队的,所以还不存在苏格兰的高地人和低地人那样,根本就站在战线的两边的那种局面。 高地人有两个重要性。第一个重要性是非常硬科学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基因库。虽然它人口很少,但是它的基因多样性是很大的,低地人人口很多,但是基因多样性很小。 顺便说,这一点其实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大洪水通常在平原经过,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基因同质性很大的群体容易大规模死亡,分歧度比较大的群体就非常不容易。 这跟爱尔兰的土豆瘟疫差不多是一个道理,这里面存在着非常强的自然科学原理。高地人的基因多样性可能比人口多几百倍低地人加起来还要大,而生物上的基因多样性和文化与语言上都是这样的。 例如,将来的语言无欲复兴的话,是需要从这里面引用资源的。就像是爱尔兰土豆瘟疫以后,你需要到秘鲁去寻找野生土豆的种子,来恢复它的抗病力和抵抗力诸如此类的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就是从政治神话的角度来讲,民族是根据古老自由的神话而制造起来的。古老自由最重要的就是要好战,你打哪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你物色事件也好,赛尔兰巴克也好,打得谁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弘扬他那种强悍善战、吝死不屈的精神,用这种精神构成国民教育的这个核心部分。 因为民族和自由要协调,就要把未来国民教育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他就需要有一个不是抽象的,像罗克那种好像是用代数学几何学计算的方式,而是这种计算方式只对少数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才会起作用,或者理性能力抽象能力比较高的人才会起作用。 大多数人从和马史诗的时代,从圣经时代开始,不一定有抽象计算的人,但是人人都会听故事,最基层的人都是通过故事来塑造自己和理解生活的。 所以要用故事的形式把国民的价值观送到千家万户手里面去,你就需要有这样的国民神话。 好的,大家看待在这里。 谢谢大家。